DX 原來是這樣子 他等一下就一個火力鏢 然後就把Orico打死 直接打死 非常恐怖 那當然來看一下前面 Ankos已經來到右半邊的位置 草索這邊 進到草索是跟Olaf直接碰頭 李欣沒有任何勝算 只能往後跑 斧頭還是中 是遠閃先進來 Murve要一點拳 先救一下自己的Saskobo 後期陣 那都被你直接進去槍 直接解決掉 那這邊smurf應該是只能往後拉了 要準備變大夫 要被點死啦 變不大了 應該是要等著這個PP sales 去找一些可能理性啦 或是找這個上路的那個歐打妹來做進攻 哇 這邊直接敲上去 雖然有粉眼插著 歐拉夫趕了過來 不過他已經沒有血量 歐拉夫應該也是不敢上去跟他打 對 他也是害怕的 奇怪了 我剛剛這個三等就被你敲了一套是打不贏你 我現在應該也還是打不贏 而且我還輸一等 那當然在來到比賽這個時間 我想要討論一點 我先看一下 這邊直接胸進去 變不了大 哇 這又是變不大的小孩 霸龍被偷掉的眼狐具喔 就是偷了一堆東西之後 對方拼了一個大戰賽好不容易獲勝 就是他們其實 在這個 一些小細節的群上面 並沒有這麼的理想 哇 閃爆 我們要看一下Incos的Q 這邊我覺得還有一個 喔唷 坐車過來 然後 跟大家say hello 我是長法哥 哇 就想要把小馬哥倒下 這個飛克打全身的時候直接把他貫穿 但是 問題在於 新躲啊這隻角色 他一樣有主動權 他已經找到機會 他還是可以殺到你 他大飛槍狗一樣給你很大的壓力 那他把兵線推出去之後 他會讓你的隊友很大的壓力 我記得 我忘記到小禮賽是哪一場 但是 我先來看一下這邊 哇 直接踢破 變大 回聲推 很可惜的是 你選擇推搶 就是踏被晃 這 還想要再打嗎 他剛剛可以 那你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算中路系列鬼 只是跟那個 新蘿拉抗 就是應該這種 對 那他其實 也沒有辦法拿到太多的優勢 你信心出來了 後面的體力感到 就打車走 我自己的搭車 先吃了一個賢豬 一腳閃現拉開 一腳 這隻腳兩個人 再一個九十四秒 拉開距離 這個位置被李奇給褒獎 往歐拉抗過來 一炮 巴打給轟死 再一腳踹死了 凱特琳 這個 這個 7比0 這 就 不用打了 就是那個 陳昊拿出來說 大家可以回家 就回到後面休息室 這個人家在想 哇 這一波 哇 這邊要來手 怎麼只有我過來 你們兩個 不講義氣 對 030了 再去看一下 反正可能是 視野上布置 布置不太足 你當一個眼睛 可能還比較有用 哇 現在 很尷尬 因為我一開始來播的時候 我會認為說 哇 比賽先看一下中路 一個震冒陣 你本來是被包燒 直接死 連腰帶噴都不用噴就死了 對 我一開始覺得在這個 這個MATRE UP 下路應該是比較有 高的機會被打穿 對 但沒有想到 直接在上路 就出現一個 40的一個狀況 對 你以為是下路穿嗎 沒有 都是上路穿的 哇 這個 我先看一下 鬼推有推到 歐拉夫趕來 垂開那人 出場後開啟 不過是一個斧頭幣 沒有命中的上面還在繞 這哇 這視野不足 導致剛的斧頭是丟偏 你已經趕到了 納的也沒有暈到 一個回T 納的已經變小波 巴德也來了 一個秘中 治癒了我們這邊是Q技能 不過命中效果不太好 終於傑心倒下 一次命中兩個 不過某滴們趕來 搭配自命戰方的珈蘿 後續效果其實傷害好像沒有打得太好 我們剛剛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Laker這個打那個角度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 所以是走 是用偷倒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Q下去 或是某滴下去 偷倒的 直接踢進來後 回散 一個R閃踢回來 吃到電池脈衝 直接死掉 搶下去這個壓力 給的壓力沒有大 但他如果真的傳下去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他是傷害量的 他可能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實施 但他一炮半打死 對 而且其實另外H2K 除了傑心的另外10個人 哇 這邊要直接開戰 往前跟某滴想踢 不過對面是開啟出神 往後面炸一個底次距離到兩個人 沒有想進來 你們坦路不夠往前 硬批先批死的李昕 突結實感到 一個錘進去 炸一錘錘死 歐拉夫 吸血鬼經常 扛著塔還在打 顯示下去連爆 巴著等他拿著Double kill 後面是直接進到 突破想要硬殺一推二 Smart這個效果傷害超級低 直接倒 一推二很漂亮 剛剛那個 我覺得剛剛第一個 是他們抓這個煙口師的時候 其實蠻好 那個實施圈下得很好 就是吃到夾子之後 再下這個驚人 而領之命運 然後再 再送到這個夾子 所以說一天串的事情 把他給控死 不過後面的話 我覺得真的裝備跟等級 有點差太多了 那再來是那個李昕那個通道 他本來想開那個通道逃走 結果變成是一個 吸血鬼可以直接切到 他另外兩個剩下隊友的後面 直接防守剩下 熙果拉一炸 是把熙果給炸死 可是後續的新瑞 就先讓補救 而多慢點 又來 搭配著輔助 加蘭Q看起來 是用技能打補攻收掉 後續這個時間其實蠻早的 大家復活很快 又想追 看起來 女Style還想要追 李奎德過來一堆追 沒有命中 這要追到天涯海角了 還在加速 後續是 既然又好了 回吹一個 李奎德 李奎德倒下 就是這個 我可以 我可以逆轉 不過又飛進來開蘭盾 眼孔只是超級嚮嚇 不過又是大腳一停停 歐拉夫開大 直接免疫掉 後續再一個超人解放 解放掉 這個真的有點太狂了 後面是大家都在往前跑 因為 連吸血鬼也在往前跑 追前面 一個腰帶一貼 Keyra 血量超低 而且打不死做 側一擊進去 李奎德還在追擊 已經沒大的 Styles也是倒下 smurf想要變大 我是Smip 我是Smip 我是要飛進去了嗎 哇 跟殘血 一個有暈到往前跳 不過又回前 李奎德又活起來了 往前打 這個李奎德也阻止不了了 一個虛弱下去 哇 看起來有機會Panta嗎 不用潔心 這邊 給我Panta 哇 李奎德已經是 撤退 在這邊其實 哇 先看一下外面回來 又是開團 俄羅斯戰鬥 並不是沒有在怕的 我兩個隨機命掉 我照打 不過這一波是 二打五 二打五 哇 不過Ryu 還是死後距離 趕到Ankos一個大腳 一踢 姐姐還沒有倒下 開大樓 已經持續距離 踢了進去 搭配電池賣成三人殘血 S後續 Liquid是直接吃到了 胡椒龍 倒下 H2K 又是可以往前推進 這邊再一發 看一下目標往前 哇 剛剛那一發 我覺得有可能把它直接避掉 我覺得就是非常有機會 應該 應該是 有機會 這個傷害不開玩笑的 回身到18龍 對 那剛剛那個的話 Ryu其實打得非常兇 不過他在 跟著這個 呃 奇幻里城進去的時候 是直接後來吃到了一個 Q進卷的一個控制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後續的一個傷害 還沒進到行進 比較可惜 說18龍 哇 吃到了 Kira 不過很生氣的 Dwarmen直接跳進來 一槌槌捨 金朵拉自己也是賣掉 那兒殘血蝦 是三挑一的情況 有沒有機會長大 還是沒有機會 哇 這個Point 應該沒有在怕的吧 對 沒有在怕的 可是他如果真的不打 那他就是三兵一都爆了 然後接下來 對方一樣是用一樣方式 去壓你的這個 哇 先被踢了 又是一個阿薩 直接把Kira給踢了出來 打太久了吧 打太久了吧 虛弱下去 後續一錘 終於倒下 不過H2K隊友也已經到來 不過Forkiven的位置很差 這邊站上放了下去 右邊的位置 The Marvel跟Reuse的單挑 Reuse的血量其實比較厲害 大拳回了一點血量 哇 這波真的 有輸過沒怕過 有點開始 玩情開始期待了 對 當然這是比較不可取 畢竟 ALMX可是擊敗過Rox 還一個人的隊伍 直接出來了 要再打一次想 屁股會被留住 要被秒了 不過右半邊的Kira 已經被抓一身踢進去 Kira直接到右半邊的Liquid 已經猖狂逃命 歐拉夫跑的位置 直接被H2K人給夾死 smurf 看起來是在沒有進場的情況下 推了大拳 效果沒有很好 對 而且這邊剛後排的話 其實Reuse的應該直接被Reuse給收掉 對 是最後那人的 逃命秀 他在搖領的地方 準備Reuse smurf有兩個 哇這兩個裝備 黑切一個大平鎚 可以單打Reuse 哇這一個大的角色 其實還是 可以直接蹦著他 讓他不要靠 這個傷害 他就是鎚一下 然後1在普攻你 然後你就真的死掉了 就沒了 你就真的不見了 直接消失 smurf現在是有家歸不得 哇再一個閃電 再鎚 一鎚鎚一個天使甲 二鎚 可能就要 哇這又跳起來 那應該沒事了 至少在這個圖法爆料之前 他應該是可以活下來 哇直接把這邊給捶死一個 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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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